你好 黎素权先生你好 表演得好精彩 是是是是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这个 炸蒙王子是怎么来的 这个大概是因为 我舞台上动作的关系 所以 有人帮我取个绰号叫炸蒙 这个呢我又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非常入围的解释 这个呢 一般 男歌星或者演员呢 他们这个表演的台风啊 不能够走向稳重的那条路呢 大部分都要取上这些头衔 像什么青蛙王子啊 炸蒙王子啊 你知不知道我有四个侄女 真的啊 她有两个侄女呢 她们好崇拜你啊 是是是 另外两个呢 诶 那两个看不看董娘的啊 那两个啊 好崇拜 Michael Jackson 哎呀 你可不可以 待会儿送我两张照片啊 签个名我拿给 拿给他们好不好 我这刚刚还现成 还刚好现成 有一张照片 那 就一张啊 就一张啊 那他们两个人怎么分呢 撕开来吧 哈哈哈哈 Michael Jackson 不能解决是 这 没关系 来来来来 诶 不知道的人呢 以为我是拿自己的照片来推销了 你看看谁的照片 诶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啊 我也很崇拜你 而且我知道今天呢 真的不好意思 很多观众在现场 你一定会碰到这方面的困扰 谢谢 所以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的照片 真不好意思 你可以啊 碰到人就发 啊 郑姐 然后就把这照片送给 等一下 你再补他一张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呢 还有呢 这就是我自己的照片 帮忙一下 以后你要发照片的时候 附带我一张好不好 拜他拜他 好不好 来 谢谢 哪儿不交朋友啊 你提拔我一下 又烫不了你 受不了我 张飞你很会打知名度 哪儿在这个很现实的社会里面 行不行